一群男子與少年們 站在夜市靠爭吵不休 到場處理的園警 尷尬的張在一旁 因為揚言要對方 提告怒火中燒的男子 其實也是警察 園警劍兩邊惹馬潮的不可開交 就怕場面一發不可收拾 趕緊出面自治 少年約說越生氣 並表示要對吵架的園警 提告恐嚇 原來三號晚上 這群少年到台南市 大一夜市遊玩時 因為沒有消費 就張用飲料店的休息區 引起紛爭 休假的簡訊偵查 左健壯上前表明身份並勸離 但沒想到這一舉動 直接引起少年不滿 稍早前一群人 直接圍成一圈棋的口角 一旁路過民眾健壯 趕緊報警求助 警方到場瞭解後 發現雙方說此不疑 檢訊偵查所變成 自己只是豪意提醒對方 深夜危險要早點回家 但這些少年卻指控自己 遭到對方拉衣領 跟出言恐嚇 要將他消失 因此心聲不滿 認為檢訊偵查所 濫用職權要對他提告 由於雙方各說各話 案件也已經有其他 單位接受辦理 到底誰對誰錯 還有待警方進一步釐清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